英超的第八輪最終的結果是頗正路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由於歐冠中合症的關係前幾週起伏伏有些強隊 由於槍戰作戰表現出來的穩定性不太強 當然將歐冠的比賽放在重點 這是很容易理解的 今週以次贏人球、車路士曼聯 包括李斯達成也贏了 重點說一說就是利物浦對著曼城那場球 作為衛冕冠軍的利物浦肯定希望在同級別的隊員身上得到3分 而曼城要重新奪得冠軍 也希望在利物浦身上得到3分 但比賽的個人當中當然有把握機會的關係 迪布尼12萬人 比爾謝薩斯也在門前頂騙了 當然利物浦在這場球裡面有幾次的反擊也是打得很漂亮的 但除了比賽的進展到後面的階段來說 兩個隊伍逐漸逐漸顯得比較保守 因為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譬如說奪冠或者是補級的隊伍 遇上一些同級別的隊伍的話 就算你贏不到的話 堅決是不可以輸 抱著這種觀點的話 打到60分鐘之後 曼城和利物浦都顯得是很保守的 退守得很快 儘量在防守中都不出現問題 最終1比1這個比賽結果 也是我賽前曾經預估到的 兩個隊伍在比較保守的情況下 打下這個比分 我覺得兩隊伍都覺得是交到功課 有一個要提提 前一段時間愛華頓都是黑馬 但為何這兩周會跌架呢 在聯賽個人當中 其實列冠的隊伍 中游隊伍 包括黑馬 包括補級隊伍 起起伏伏都是正常的現象 以前前幾年 很明顯的愛華頓起伏很大 曾經在聯賽當中 11輪得勝都試過 但愛華頓這些隊伍 本身是有一定的基礎 所以到他們找到轉接點的情況下 他們會逐漸會好回來 所以我覺得 觀眾不用擔心 不需要懷疑安插落堤 或者是比爾沙 或者是學神 他們的指揮能力 當他們有了轉機的時候 情況會好轉 提到這一點的時候 我預估下個個禮拜的比賽 突出的兩隊的話 第一個 我覺得 曼聯對著西暴羅 以前西暴羅很多人笑稱是曼聯2隊 當然在比賽的過程當中 曼聯不一定會贏 但在基礎上來說 曼聯現在是配受壓力的 如果不在這些隊伍身上取分的話 對於他們的成績一定是有影響 所以我覺得曼聯可以給予厚望 另外一個是愛華頓 前面也特別提到過 愛華頓現在需要找一個轉接點 而富銜 現在的實力來說 大家很清楚 相對是比較弱 我不敢扮白說愛華頓一定是贏球 但我覺得愛華頓這場球 是一個反轉一個好好的機會 所以值得注意 與他合作的資訊 是一個通常的音樂 為福利在充滿 大陸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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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 Hold